企業現在其實說真的 到底要怎麼樣去讓每個員工 Excel能力都更好 其實我覺得他這設計還蠻好的 反正第一個啦 你一定要先學會什麼基本函數 這個是絕對的 如果你連函數都不會用 說真的你不要說你會用Excel 第二個的話格式相關的設定能力 比如說你要怎麼讓他變 最基本啦 字、大小、顏色、粗體、鞋體等等的相關 如果你不會說真的你說你會用Excel 第三個就是什麼 資料的編修跟列印 列印我前面特別強調有一個功能一定要會 一定要那個列印跨欄一定要重複他的欄位名稱 我發現這很多人不會 我傻眼了 這怎麼第一頁有欄位 第二頁居然沒有欄位 OK因為他不會 怎麼做上個禮拜剛好也有用到 而且好像好幾個範例裡面都有 那第三個的話其實就是目前最需要的 所謂的統計圖表 的建立 與這個應用能力 那其實統計圖表 實際上就是視覺化的圖表 那這個視覺化圖表也是現在最需要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你會發現這個大數據 假設你統計分析結果之後 你看到一堆數字 你一定會 這個什麼東西啊 但如果你畫成圖表 相對會是 簡單明瞭 OK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建立這個圖表部分的話 那上個禮拜呢其實也做了一些 相關的練習 包含就是說呢 裡面的什麼呢 圖表類型怎麼變更 有沒有 圖表類型本來它是 好像上個禮拜的302那一題 本來它是折線圖 然後必須要改成所謂的 區域圖的話 你要怎麼改變 有沒有 記得吧 上面不是可以改那個 它的 圖表樣式 那其實它圖表非常多樣式 那另外就是說 可能我們上課沒有特別講到的 比如說哪一種 圖表 的樣式 適合什麼樣形態的資料 恐怕 我覺得你們有時間 也可以再了解一下 當然我們用最多一定是 折線圖 折線圖的話 其實它 比較能夠表現的 就是橫軸的時間 重軸的數量 比如說你的體重變化 如果你的體重變化 那你用什麼樣類型的圖 來表示 最直缺 當然第一個用折線圖 應該就是一個首選 可是另外還有一個 圖表樣式 就是所謂的區域圖 區域圖也可以 那區域圖的話 比較是屬於一個面積的呈現 那折線圖的話 是屬於那個有沒有 點狀的 有沒有一個 一條線的高高低低 那其實各有優缺點 所以哪一種圖 比較適合表現什麼樣的 數值 恐怕你們要再去了解一下 當然坊間書籍 討論這方面其實還蠻多 或者另外就是你自己試試看 你大概就知道了 其他的話 還有像 我們上一半用到什麼 像直條圖 直條圖其實就表現那個數量 如果你沒有時間概念的話 那其實用直條圖 也還蠻適合 表現資料的多寡 那其他還有像 圓形圖 圓形圖可能比較適合 像整體的比例 等等 那還有統計圖表的 相關圓件調整 等等 甚至它裡面還有帶到那個3D地圖 不過3D地圖的話 主要是結合 那個 比如說台灣 假設台灣地圖 那比如說呢 我想知道這個 這個每一個 地點 它裡面的數量的話 其中3D地圖是最直覺的 一看就知道哪邊最多 哪邊最少 比如說你想要統計 一個 一件事情 比如像那個 最近好像比較夯的話題 就是那個 什麼行人地獄 到底哪一個 入口 最危險 有沒有 有時候你看數據 哪個一堆數據 那問題 你倒不如直接給一個地圖 地圖上面就畫圈圈 哪個圈圈越大 表示那個地方 出現車禍的 數量也越多 這樣就很直覺了 所以要怎麼樣把那個 數據 結合地圖 再結合那個圖表 那這樣的話 就會讓資料呈現 更加的直覺 OK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主要是 讓原來那個 數據 讓它 呆板的數據 變得更活潑一點點 OK 其他還有像什麼 圖表的合併 也就一個圖裡面不只 不只一個圖 其他相關的東西 設定等等 那就是我們後面要提到的 所以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那個306這一題 306這一題的話基本上 就會是所謂的組合圖 那組合圖裡面的話 就是除了那個直條圖之外 還要給 折線圖 兩個要放在一起 可是兩個要放在一起的話 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值不同 所以要怎麼讓它分開來 這是上禮拜 這個是區域圖 不過這個圖 7月份的它比較奇怪 它這邊有區域圖之外 它外面還要放個折線圖 有點感覺好像畫舌天圖的感覺 不過它題目要這樣就這樣 OK 那再來這8月份的話 它不是折線 它外面畫框框 但哪一個好看 不過這個當然見仁見智 你們可以自己再 了解一下 反正就是把它套用進來就對了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這個 我們上個禮拜只講 好像講到302吧 那今天的話 這題有講到嗎 304好像還沒講到 OK 所以呢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先看30 這題還沒講到吧 有嗎沒有吧 OK 不然我們 我們先來看這一題 我一直以為已經講到306 所以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304題好了 那這個是一個 可能在很多研究單位都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要比較兩種不同的商品的檢測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題目說明 題目的話是A跟B的品牌 進行兩種儀器的檢測結果 難易度的話是中 所以相對這一題 難度稍微是高一些些的 那 題目大概說一下 它有個情境 他說某某的檢測科技公司 進行那個A跟B兩種品牌商品的檢測 那需要呢 這個A跟B品牌檢測 檢測最低跟最高 最高值相同 但檢距不同 最高最低 相同 意思應該是科度吧 科度部分 最高跟最低相同 那檢距不同 並且呢 都進行兩次 測驗 檢測人員呢 想依據 這個 數據分析 A跟B品牌的穩定度 也就是找出哪一個品牌 應該是比較相對穩定的吧 那必須將兩種品牌 繪製在同一個圖 所以喔 之前我們是 一個 資料 畫 一個圖 那現在的話 他是希望把A跟B兩個資料 放在 同一張圖裡面比較 因為如果你分兩張這樣 看好像沒有那麼的 直接 倒不如兩張套在一起看 當然會更容易看出 兩者之間的差異 OK 所以這一題最難的地方應該是 如果把兩張圖套成一張 把兩個數據 放在一起 這個有點像組合圖 由於監距跟那個 變形 這個都可以 看出他的差異 OK 所以 如果你將來要測試兩個產品之間的差異 哪個地方 好哪個地方不好的話 那其實可以用這樣的方式進行 這樣一看就知道說 到底 A跟B的產品 他的優點 跟缺點各是在哪裡 比如說 有些東西 可能是產品 他的 比如說像手機好了 或是手機殼好了 你可以 判斷 到底他怎麼耐摔 或者扭曲等等的相關數據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結合 看哪一個 比如說 機殼最耐摔 OK 所以這一題的話基本上大概的說明是這樣的 那底下的話總共會有 1到 等於是 兩題而已 那各自的話 第一題的話有5個項目 第2的話有A B C D E 也是5個項目 OK 分別的話要把這 5個項目 把它分別完成 所以請各位先 把那個304題 也許稍微 看一下 待會我們針對那個304題的部分 再說明一下 5個項目 5個項目 104題目